有人在揮手的那個地方 那些都是房客 直接從他房間的陽台就可以看久了 超酷的 收看影片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家已經裝了一陣子的 它有什麼優勢 它有什麼特點 它是靠靜電來阻隔 空氣中的PM2.5 它編織的間隔是非常非常細的 可以阻隔 小黑紋 二手煙 以及花粉的進入 雖然網格非常的密集 但空氣仍然非常的流通 也不影響透視度 也是有防雨水的功能 那大家一定會思考 它是如何清潔 其實它就是用水去噴一噴 這樣子就好了 它還有通過 FDA無毒 歐盟CE EN71 兒童事宜 最適合新生兒 過敏兒 發育中的孩子的家庭 無任何異味 一次性安裝 無後續維護費用 無耗材 不產生二次汙染 是真正的綠色環保沙瘡 我們家的沙瘡 現在全部 大大小小 總共換了10片 都換了 鑑域 防埋沙瘡 我自己使用下來的心得 感覺非常不錯 把它推薦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開始看這片吧 O-Kaito-Nihon-Hammu Pro-Best 欸 Play Pro 好我們今天來到了 北海道日本火腿鬥事隊的主場 這一個球場是目前 我們所知道的最新的一個球場 很有榮幸的來到這裡來朝聖 觀賞球賽之外 等一下還會帶大家去看一看 裡面有什麼建築 因為我知道這一座球場 最吸引人的一點 是它可以在外移的地方 邊看球賽邊泡溫泉 它是巨蛋模式 但是它的屋頂是可以打開的 像我們去亞利桑那看 翔尾蛇隊的主場 下午兩點的比賽 我不知道它是會打開 還是會把它蓋起來 等一下去裡面再看看 不過從外觀這樣子看起來 很不像我們印象中的巨蛋 印象中的巨蛋都是圓形的啊 白色的啊 感覺有點像博物館耶 對有點像博物館的感覺 它外面這裡它都是用玻璃 從外面是看得進去的 那我們今天是搭乘他們的 JR 的普通線 就是區間車 從地鐵站出來之後 還要走大概20分鐘至30分鐘 但是這一路走過來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火腿鬥事隊的旗子 讓各位球迷朋友們知道說 大家已經來到了 火腿鬥事的球場附近了 走吧 進去裡面看看 來到北海道之後 我們就有在路上前掛 大家看到我們頭上的帽子 一人買一頂 你看 他們居然在他們的城市 就有這種專賣店 就我們在台灣喔 熱天桃園有 海岡雄鷹有 中心兄弟在南港園區那裡有 那其他球隊到目前為止 我們好像還沒有看到在 當地城市架設這一些販賣部 也許大家可以跟進 我覺得會蠻不錯的 讓球迷朋友 甚至是像我們這種 今天要來看球賽 那就要支持主場賽地球隊 就消費了 你昨天還買了什麼 我昨天還買了娃娃 對嘛 你看 這可能是一個媒介 再來是也許可以增進球隊的收入 這個方式我覺得蠻不錯的 這裡有一個小朋友的區域 小朋友在那裡玩盪修籤 有一個可以讓小朋友就在這裡 而且安全的地方 會增進大人願意帶小朋友進場看球 那一邊呢 有一個大人的溜滑梯 我們走過去看看 好玩耶 蠻快的耶 我要玩 你去 蠻好玩的 我們看到這裡 這個跟我們去紐約大都會隊看到的一樣 你看球飛出來了 這裡 小朋友 家長在這裡可以打棒球 只是說他這裡沒有架網子 球是會飛出來的 好 我們現在進來到球場裡面了 超級漂亮 而且這座球場 聽說是這種室內球場 唯一一座是使用天然草皮的球場 那我們進場的這一個門 剛好是在一壘側 靠近右外野的地方 他現在有這個 Fan Cam 可能是掃那個QR Code 掃進去 他就會讓你的實況鏡頭 出現在大螢幕上 我覺得這樣子 球迷以及球團的互動啊 對球迷進場 是會有幫助的 我們進來商品部看看 在球場裡面的商品部 球衣是基本款 還有這個T恤 它的材質都是蠻不錯的 有一點厚度的這種短袖T恤 那這邊有看到毛巾 衣騰大海的毛巾 這件好好看喔 這是它的紀念的球衣吧 這有它的簽名 他們在這裏有賣簽名球 這應該是簽一顆之後 這些都是用印的印上去的 好我們現在來到本壘正後方的一個區域喔 這裡有很多他們的美食 是一個美食街的概念了 拉麵 豆絲 餃子 啤酒 剛剛還有看到漢堡 也是盡可能的收集各國的食物 只是它還是日式比較多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東外野 上面有一個Tower 11 在那裡 它有11千的房間 路住在這裡 你就可以直接的看球賽 有人在揮手的那個地方 那些都是房客 直接從它房間的陽台就可以看球了 超酷的耶 因為火腿隊的11號 都是 非常厲害的選手 打筆修以及 大鼓翔屏 所以他們做了 上面有11間房間 超酷的 這腦袋好好喔 在這裡跟大家更正一下 上面那一個飯店 不是11間 跟大家更正是12間 剛剛去跟飯店的服務人員 用日文用英文 跟他溝通 其實最大的功勞還是Google 左外野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他這裡還有一個大的商品部 還有兩層樓 所有東西他應該幾乎都有賣 現在還是我們轉過來的 我們就是這幾乎 帶到這條 oli 然後怎麼樣 可以 把我們 我 刚才 其實 我 有 ging 我 很 看到他這個大螢幕 為什麼我們一直說球場的大螢幕 一定要是長方形的 你的一些資訊才塞得進去 球迷朋友會更清楚的了解 你如果做四方形的話 兩邊的陣容其實就比較不好擺 那現在是主場球隊的先發球員的介紹 風格跟美國比較不一樣 在美國如果像現在這種 主場的先發球員介紹 在這裡就會棒棒棒棒棒 音響的效果會比較好 他們有把他們球員的一些訪問 一些小語寫在大螢幕上面 就例如說什麼時候是他最幸福的時候 剛剛有一位球員是說 拿到寶可夢卡片的時候 他覺得最幸福 蠻特別的 可以幫助球迷朋友 更認識這位球員 現在來到右外野的區域 這邊就不是那種大型的美食廣場 就是一些小攤販 2 Yeah Ice Latte 3 這個可以用嗎? 20元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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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關係 沒關係 對 沒關係 他說了什麼 為什麼你還跟著說大丈夫 他說要不要拿那個盤子 那我跟他說大丈夫 在那邊亂回答 我們請問一下 Yes 英文在日本也可以活 連我都活得下去了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不要害怕 勇敢的走出來吧 我的理念是這樣 反正他也是外國人 你講不好也不會怎麼樣 在台灣 我們看到外國人講中文 他講不好 我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也不會笑他嘛 一樣的邏輯 勇敢的講 body language 你知道我是怎麼點的嗎? 我看到他這裡是披薩 然後這裡有牛 所以我就選他 牛的披薩 Shina 難怪他剛問我們要不要盤子 OK 欸 OK 你看 這樣就通了 Yes You so beautiful WOW KARRI Thank you 我們進來到座位區 他那個椅子超軟 超好坐的 到現在到了六局上半 我們的觀察 可能我們做這個角度的關係 都會非常頻繁的 被這個大螢幕所吸引 因為球場還是屬於比較空曠的地方 他要做得夠巨大 才可以有辦法有效的去吸引球迷朋友們 去觀看他 而且這個大螢幕所顯示的資訊 是非常豐富的 他有比數 有雙方的打序 跑會球數 下面還有一些 廣告商 他設置在左外野以及右外野處 而且他還有一個是 他會在每一個Play 結束之後 馬上在那裡做重播 跟電視同步的重播 因為球迷朋友們 如果來到現場 最大的缺點就是沒辦法看重播 現場後結束就結束了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在大螢幕上 如果有顯示的話就非常重要 那除了大螢幕之外 他們球場周邊也架設非常多的電視 還有他在粉底後方也有計分板 他就是盡可能的讓球迷朋友們 在這球場哪一個角落 都可以看到裡面現在發生什麼情況 那再來我們看到 左外野北海道新聞社上面那一層 就是那個泡湯的地方 只是那個需要提前預約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進去到裡面 不過可以在球場泡湯 蠻特別的 因為這裡本來就長年 溫度處在比較低的情況下 泡湯確實是一個可以吸引球迷朋友們 進場的噱頭 如果反回來想 像統一絲或者是台岡雄英 也許也可以這樣子做 在球場做個游泳池 南部反而就比較熱 也許可以吸引更多球迷朋友們進場 我們在亞利桑那香尾蛇隊的主場 也有看到一個游泳池嗎 這個是蠻不錯的一個設施 這座球場可以容納三萬名球迷朋友 也算是很大的一座球場 這場比賽結束了 頒發MVP之前 他們有讓他們的隊長吧 或者是他們會隨機推派人選出來 那麥克風跟全場 支持他們的球迷來做打謝的動作 我覺得是很棒 那這場比賽 其實我有觀察到幾點 我來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隱形護網 真的真的非常的細 它可以有效的防止球 進到觀眾型之外 也不會影響到球迷朋友們的觀賽體驗 那再來是這個角度應該拍得到 本壘後方出動的三台大台的那種攝影機 一機是臉部特寫 一機是半身 一機是廣的 應該是這樣子 還有一個 他們在場中的啤酒小姐 他們進來到這裡 居然是貴著來販賣東西 這個貴不是尊敬消費者 他們這個貴是怕去影響到 其他球迷朋友們的觀賽體驗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看到 他這座球場的三樓的應援區 是可以站立的應援區 那我們現在坐這個位置 在比賽中是不可以站起來的 有這樣子的規劃 確實是比較不會去影響到 其他球迷的權利 再來就是他的啦啦隊 場中他們都沒有在跳舞 他們都是在局跟局之間 才會出場來做跳舞的動作 還有一個我所觀察到的 他們的招商真的超級無敵多 整座球場全部都是招商的廣告 那再來就是火腿的終結者 出場的時候他居然搭配了球場的燈光 音樂我覺得蠻炫的一件事情 今天來到火腿的主場觀賞球賽 其實是我們來到日本 觀賞的第一場職業賽事 我們的日子初體驗 對之前拍了牙冠賽 但是那個雖然是國際賽 今天拍攝這個我覺得 可以完整的去看到 日本職棒的不一樣 行銷模式他們的販售 他們的種種 就我這樣子觀察起來 他們是比較創新比較敢衝的啦 還有另外一個最重點的 我今天終於看到新莊剛次本人了 真的是帥耶 很有個人魅力 那我們也看到他們現在MVP 他們會去繞場 拔蟹球迷朋友 這也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有這個動作 或許會讓球迷的向心力又更凝聚 其實我們今天從開場前 當然我們因為在逛外面沒有拍攝到 他們會有挑選進去跟球員一起開球 每個手臂位置旁邊都會站一個人 開球者開球這樣子 他們有非常多與球迷互動的方式 中央職棒如果有球隊可以把它學起來 把它引進的話 我覺得對於球迷朋友的凝聚力會更好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看球出來了喔 我發現日本職棒他們對於服務球迷這件事 非常地好 他們在這個大門口的地標 有一個人在這邊幫忙拍照 細節顧得很機致 尤其在照顧球迷這一塊 真的做得很好 很心心 謝謝 谢谢大家